哈喽,我是Kai 今天要来分享RO手游 仙境传说 守护永恒的爱 服饰的加点和炼击心得 这一次的攻略 主要也是出自于NGSE论坛 我几乎是跟着这个指南走 基本上没什么问题 不过要先说一下 这种点法一开始是暴力服饰 在二转之后会变成赞美牧师 所以需要你消耗到 系统给我们的那两个重植道具 技能重植棒和轮回之时 这两样东西并不便宜 在商店售价50万 从一开始的初心者 你可以全点STR力量 完成主线直线任务 就可以达到10等了 并没有什么难度 在一转成服饰后 属性会重植 这时候就采用暴力牧师的加点方式 主要是点AGI敏捷和STR力量 以恶意的方式来加点 比如说当你敏捷加到30 这时候你的力量就是他的一半15 在技能方面呢 我们能以这个次序来点 先点自愈一等 然后10等天赤 盾气熟练满等 加速速也是满等 最后其余的技能就可以点回自愈 在刷怪方面 你可以跟着以下的路线 西门的蝗虫可以打到18等 然后到毒蘑菇和海葵 练到23等 斜骸海到28至30等 最后就是斜骸战士到转值 当然这一个路线你不一定要完全跟着他 因为这段过程升级并不会说很慢 地图的主线直线任务 微托看板的悬赏任务 时空裂缝 营游诗人 又或者是抗魔 有组队的话当然是最好 而单刷对暴力服饰也是ok的 但是记得要强化你的武器到满等 这样伤害才会比较高 在二转了之后 你还是可以继续采用暴力牧师的加点 先升一升自己的job等级 接下来呢 我就用了系统送给我的洗点道具 洗成了赞美牧师 INT智力点30 然后开始点DX灵巧 加上天赤的话 你的灵巧需要抽到90 抽到了90之后 我们就可以继续优先点满INT到99 这个是攻略作者比较推荐的加点方式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技能 其实和智力又或者魔法攻击力关系不大 唯一比较影响的应该就是治愈术的治疗量 所以先点灵巧到高一点 大大的缩短涌畅时间会比较好 在我们洗一点之后的技能大概是这样点 服饰方面 治愈术 天赤和加速术都是满等 而神圣之己和霸邪之真 则点到五等 来到了牧师技能 圣母之宋格一等 禅心一等 光耀之堂一等 神威祈福也是一等 然后将圣母之宋格点到满等 光耀之堂到五等 禅心三等 洒水祈福一等 再来就是神威祈福十等 大概就是这样 加完了这些你的job等级已经到了25等 我目前的等级也大概在这个位置 接下来会再研究之后要怎样去点其余的技能 总结来说 前期点暴力服饰的方式 升级其实也会比较快 因为你就是可以单刷升级 同时也代表你有能力自己完成那些任务 这个攻略里是有提到转身和驱魔牧师 我不懂之后会不会换成这样的玩法 到时会看情况 再决定要不要再次吸点 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 喜欢的话你可以点个赞 若想继续追踪更多最新的影片和直播通知 你可以订阅频道 并按下旁边的铃铛 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我还是会以研究牧师为主 要是你知道相关的心得和攻略 也可以分享出来 好的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RO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